大家好 今天 罗素奥特曼要来饮料贩卖机买玩具了 他把硬币投入到贩卖机里 选择了中间的面包叉人按钮 哇 贩卖机掉出来了一个冰淇淋 和一个奇緒蛋 冰淇淋看起来好好吃啊 嗯 真美味 甜筒好脆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罗素奥特曼买到的奇緒蛋 会是什么呢 是罗布奥特曼的惊喜玩具 这里面一共有四个种类 有变身器 还有罗布奥特曼的武器 然后还有罗布水晶 让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是哪一个呢 好像是一把武器 让我们把贴纸装饰到这把武器上 装饰好了 罗素奥特曼有了一把新的武器 看起来好酷啊 他要去打怪兽了 布鲁奥特曼也要来饮料贩卖机买玩具了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哇 发卖机钓出来了一瓶葡萄汁和一个奇緒蛋 是细菌小枝的葡萄汁 正好布鲁奥特曼口渴啦 嗯 好好喝的果汁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 布鲁奥特曼买到的奇緒蛋 会是什么呢 也是罗布奥特曼的机器玩具 和刚才是一样的种类 这是里面的贴纸 有泰罗奥特曼 杰的奥特曼 还有一只怪兽的 这里面好像是罗布水晶 有两种 一种是展开了角的 一种是圆形的 让我们把贴纸装饰到罗布水晶 上 那你们知道 这一只是什么怪兽吗 贴纸装饰好了 布鲁奥特曼 获得了两个奥特曼水晶 和一个怪兽水晶 那利用这些水晶 他可以召唤奥特曼进行作战呢 赶紧去试一下 这时候小猪佩奇也来到了 饮料贩卖机买食丸 哦 背后出现了一只可怕的怪兽 怪兽直接走到前面 插了小猪佩奇的队 佩奇对怪兽说 是我先来的 你要排在我后面才行 怪兽不管佩奇说什么 他就是要插队 佩奇没有办法 只好先走了 怪兽很暴躁的敲打 饮料贩卖机 这时候 贩卖机掉出来了 面包超人的苹果汁 嗯 好美味的苹果汁啊 这时候罗素奥特曼 带着小猪佩奇过来了 奥特曼对怪兽说 你这样插队是不文明的 怪兽说 我才不管你那么多呢 看招 暴躁的怪兽 直接把罗素奥特曼撞倒了 这只怪兽太暴躁了 看来又用我的新武器 教训他一下 看招 罗素奥特曼一招 就把怪兽击倒了 可是怪兽又站了起来 不好了 他从嘴里发出了熔熔的火焰 罗素奥特曼被打倒了 这时候 布鲁奥特曼赶了过来 哥哥 你没事吧 罗素站了起来 我没事 这只怪兽好厉害啊 你可要小心点 布鲁奥特曼拿出了 捷得奥特曼的水晶 他召唤出了捷得奥特曼 发动必杀技 捷得奥特曼 罗素奥特曼和布鲁奥特曼 最后一击 他们合力把怪兽打回到了水晶的状态 怪兽被封印到水晶里面了 小猪佩奇 谢谢两位奥特曼 不客气 怪兽已经被封印起来了 太好了 谢谢你们 两位奥特曼 跟小猪佩奇说再见 他们就飞走了 沛奇又开开心心的去买十万了